Lun Sang 女生 收音師會藏在這裡嗎? 不會不會不會 收音師會藏在這裡嗎? 這個很專業的會 導演很專業 男戲職業病 導演超專業的 你竟然會問那個收音師會藏在這裡 對耶我就想 如果是的話我就東西不要放後面 真的很專業 因為我們有時候的確會這樣 這是收音師會藏在那裡 拍片 絕對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 不過是那種大卡車 看起來就真的是後面不能載人 就是會有人 絕對有人 製片組或什麼的 只差沒有趴車頂了 就是那種卡然後就一堆人衝出來 這樣 這個系列 我看看 那個妳再過來一點 好專業 有導演的好處 要不然妳看得太邊邊 構圖不美 真的有導演的好處耶 太棒了 你們看那個 主持人的視線 等一下 然後身體譬如說你們先想像 你要聽他講話 我說主持人啊 對妳頭就會往前傾 我看會不會變大頭狗 但是我覺得蠻可愛 所以如果你們 這樣也OK 所以如果你們要聽 聽我們講的話 你們可能身體會往前傾一點 我看一下構圖 好像就會變成大頭狗 沒有 有導演真好 有導演真好 那如果你屁股往前傾一點 我說當 好可愛喔 有魚眼有效果耶 這裡沒有畫面 小小的 大家請妳來客串一下 體會一下拍戲的感覺 真的真的真的 其實 其實很辛苦 好像真的都很辛苦 我說我以前 的確也有那個 客串過 但是 我永遠都跳脫不出 主播這個角色的戲路 不是喔 我永遠客串的角色都是主播 是喔 下次叫妳演 你就要演的 風城女郎 欸 風城女郎可以嗎 很有意思 啊那是怎樣 車牌辨識 是我們沒有 沒有負停車位 沒有往前 沒有負停 沒有負停 OK 不夠氣 不然我就要衝過去了 直接把它上斷 前導車行 前導車在哪兒 在那裡閃 那個 閃燈那一台就是 我會開比較慢 就是確保大家安全 好當然 而且妳要一心二用欸 對 其實我先前就 妳知道先前沒有前導車 叫我自己看導航 我真的快死掉了 這個太過分了 對啊 我又要訪談 哪有這樣的 而且其實我看起來好像在聊天 實際上我有在思考 我要問什麼 然後我也要聽你們回答什麼 然後 還要看導航 不是 真的是太折騰了 我說不行不行 那你們要剪進這個的負擔 自行發揮 好的 欸 讚 我們其實已經開了了 好的 今天我們在這個 立著車上的這一群VIP 其實今天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前腳才看到艾莎 就是美名導演的 彩虹六層作品當中的第四部 然後緊接著第五部 冰城篇就上映了 都在妳手上宣傳 真是太愛惜了 對啊 開心開心 真的我又解鎖了 希望最後一部我也可以解鎖了 對 妳不只解鎖 妳要來客船 讚 沒問題 美名導演已經幫我設想了一個哲歌的角色 期待期待 大家一起期待 好 那其實這一部呢 很特別 它是電視電影 它沒有在大螢幕上面上映 在公視 公視台語台 4月18號 第14台 晚上8點 聽起來很福氣的一個數字 欸 很發 一路發 晚上8點 沒錯 發起來 發起來 不過這部發發發的作品 其實一樣是有很沉重的訊息在裡面 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現象是 我觀察美玲導演 其實妳私底下很活潑欸 妳這個 給我感覺是一個很陽光 剛剛還在講說他們很像大頭狗很可愛 妳有這個童心 但是妳呈現的作品都相當沉重 妳如何去融合這兩個反差的特質 我沒有覺得反差 因為人有時候 日子還是要開開心心的過嘛 但是我們不能夠 喔不是 是不是 獅子座 喔喔喔喔喔喔喔 欸 兩位都不知道 第一次聽到 我有印象 我有印象 欸 那你們什麼座啊 我們兩個是金牛座 真的 兩個都是金牛座 同一年生 對 然後同年同月 同年同月 欸 有到同月嗎 妳四月嗎 我四月 對 同星座啦 同年同月 就是差不多星座 所以我挑演員的時候 她有一種直覺覺得 這對CP會是 match的 沒錯 其實真的我覺得美玲導演很會挑演員 因為每一部演員真的都 像比如說 今天沒有到現場的雨婷 她其實同時也是 那個艾莎莎 艾莎裡面的那位 長頭髮長髮飄移的 以女裝出現的男模特兒 沒錯 可是在我們公交員的秘密裡面 她卻是一個很 外表看似很端正的職業學生 對 所以這真的 你知道當我看到這 同一個演員呈現這兩種面貌的時候 我真的嚇壞了 我很難連結在一起欸 可能根本認不出來 其實陳瑜也是啊 陳瑜是到我們這齣戲她才剪短頭髮 然後才演一個帥T 對 可愛T 可是我覺得陳瑜超適合短髮的耶 對 陳瑜其實 因為你的臉心 還有你的整個氣質 其實短髮是很適合你 你自己當時剪髮的時候 因為聽說你本來是留了五年的想法嗎 就我其實都是因為角色 就也沒有特別覺得不能剪 那為什麼之前沒有人敢剪你的頭髮 不曉得欸 而且我那個時候 是有什麼經濟約的關係嗎 沒有沒有 我那個時候可不可以 你也剛好喜歡我那部電影 不是剪到肩膀嗎 學生頭對 結果下一支立刻給我接法 接到過胸 所以我那個長度才維持不到兩個月 結果又回復長髮了 就算是已經剪掉都要被接回來 為什麼他們覺得你 一定要長頭髮 對 為什麼 其實美女也可以有短髮 你看哲哥多美 就是啊 而且剪完剪短我也覺得她非常有趣 陳瓊在我們戲裡面她是長頭髮 她是為了新的戲她來剪這樣 才剪短對不對 才剛剪短不久 可是那其實同樣的問題我也可以問美玲導演 就是那你怎麼看到陳瑜適合短頭髮的 對 試戲的時候我還是長髮呢 對對對 你怎麼會覺得 就假設 我相信我們無論是倩文或是陳瑜 也許她來試鏡的時候 你都考慮過他們演各種角色 對 那你怎麼最後會決定是由陳瑜來演男孩子的這個女生 對 怎麼不是倩語 倩文 真的把兩個人嫁起來了 他們其實兩個人都有那個很帥的一面 可是陳瑜她是小男孩 她是一個男孩 是不是帥 我覺得 她是一個可愛的 純樸的 純真的小男孩 然後倩文 如果倩文有一天她要演Toneboy的話 她適合演比較酷的男孩子 倩文 對 可是這次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就不做那個考慮 我們這次需要一個美術系的大學生 她就是一個大男孩 她就是一個純真的大男孩 然後家裡是種香蕉的 所以是一個農家之女 然後因為那個時代嘛 其實女孩子就會被鼓勵去念師範 以後當老師 對對對 覺得是鐵飯碗 對鐵飯碗 然後她就走這條路 所以 所以 就是我覺得陳瑜她就是適合這樣子的形象 所以我們就讓她比較是一個可愛的男孩 所以最後導演就設定由她來 飾演這個可愛男孩 沒錯 你不覺得她很可愛嗎 而且有那種男孩 男孩的那種樣子 勉淺啊 然後一些特 而且我自己看那個定檢的時候 我蠻意外的耶 因為我們當時候有做蠻多甜調 然後我講了一些我的想法 我覺得我好像不太能做 演很硬漢那種 就是很古典梯那種 鐵梯 鐵梯這種 沒有要你演鐵梯 而且我覺得 而且我後來真的讓我 真的讓我踏實的原因 是因為我發現我做甜調 那個時候 其實是比較少鐵梯的 因為他們連梯這個認同都沒有 連梯這個詞都沒有 那一面 不是是沒有這個概念 那個一直有這個概念是直到美軍來台 有了T吧 Gate吧 台北的這些人才知道說 喔我是T 有一個自我認知的 對 可是這個角色他又在高雄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到了三四十歲 翻到了過期的雜誌 他才發現原來我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而且他又是念吃飯的 對 所以可能個性又是更嚴謹的 對 很壓抑的氛圍 欸天哪 我這樣聽聽 你們三位都為了這部戲做了很多功課 原來只是 我還丟書單 叫他們讀書 丟書單 還丟了一本書叫學統的原罪 然後結果是我朋友寫的馬來西亞人 所以後來他還幫我導讀整本書 因為慶文他要 他本身是馬來西亞人嘛 所以然後我們戲裡面的女主角 除了剛剛我們已經介紹完陳瑜 她是香蕉農之女 然後是師範美術系的學生 然後她的好朋友 那個閨蜜 是比閨蜜還要好的 接近同志情誼的關係 就是慶文她是馬來西亞的喬生 然後所以我就把那個時代其實有一些受迫害的馬來西亞喬生 有一些人真的就被關到綠島去 有一本書 來你自己介紹一下那本書 我就丟那個書單 看你還記不記得 對我還記得啦 血統的原罪 然後裡面有 誰寫的 杜靜萱 這邊是朋友寫的 對然後她來台灣是當那個媒體啦 對做媒體的 然後她就有去真的是訪問這一些受害者 全部是馬來西亞喬生的受害者 對啊白色恐怖時期 現在應該都已經是阿公這個年紀 對啊對啊 但其實不只是馬來西亞 其實蠻多東南亞人都有受到政治迫害 可是我們這部戲它的背景就是一個馬來西亞草生叫林書蘭 對啊對啊 然後從冰城來的 因為冰城有非常非常多的華人 是整個馬來西亞地區華人的比例最多的一個城市 其實這個設定跟倩文自己是蠻接近 因為至少你也是馬來西亞華人 你會不會演起來特別有感觸 因為其實馬來西亞冰城人跟馬來西亞基隆坡人還是有分別 對對對 你那時候有說 對對對 因為連語言啊 主要的那個語言也不一樣 像冰城講福建話 然後基隆坡是講廣東話為主啦 對 然後這一部戲是 沒有 所以她台語講的蠻好的 沒有 我不會台語 我在拍這一部戲 很接近 福建話也不會啊 我們家是講廣東話 所以等於這部戲就是要重新再學 那我就很努力學 所以學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當然要跟我說 好 不用講這麼好 為什麼 因為她把台語講得太好了 這樣不行 因為她應該是冰城人 對 她應該是草生 對啊 沒有剛剛那輛車 對 我也跟她嚇到 對 我跟妳講說 欸 為什麼妳那個 還有參加巴 就是她希望就是 林書蘭她講台語是有點 哩哩拉拉拉的那種感覺 然後那個孟娟爸爸才會問說 喔 妳不會講台語喔 然後她才說 喔 對 她是馬來西亞人 這樣子 對 比較是這樣子 然後包括是 口音的部分也要調整 就是不能是台灣 台灣腔了 就是要是馬來西亞腔 可是我每次面對一個問題 欸 馬來西亞腔跟台灣腔有什麼不一樣 她可以立刻 結婚一下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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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一樣喔 喔 差這麼遠 她可以PAN那個MODE 這是馬來西亞腔 對 這是馬來西亞腔 等一下妳剛剛講了什麼 我講哪裡一樣喔 差這麼遠 喔 就是 我們吃飯講吃飯 妳吃飯了沒有 吃飯聊 我們的樂會講聊 吃飯聊 然後我們的媽會變成沒有 妳吃了沒有喔 妳吃飯了嗎 妳吃了沒有 這是馬來西亞腔 那妳現在為什麼完全都沒有了 因為我一來台灣 就馬上被改造 被改造 她真的是個語言天才 我覺得她學語言好快 對 因為 倩文其實剛剛沒有提到說 這馬來西亞的 她來自馬來西亞 如果她不講我們看不出來是不是 謝謝 謝謝 我完全忘記這件事 對喔 完全忘記這件事情 是妳一講說 對喔 妳本來就是馬來西亞人 就是非常貼近這個角色 但是妳 妳說什麼腔調或者是 看不出來 但是因為跟台灣人工作 妳覺得很自然講台灣腔嗎 所以就是也有這樣難度 對有時候 那時候我們配音導演也說 欸 倩文那馬來西亞腔不見了 我是在重一點這樣 雖然我是馬來西亞人 可是在面對台灣夥伴的時候 還是會忍不住在一個 environment 裡面 就是妳的 accent 會被改變這樣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她來台灣四年了喔 她第一次接到馬來西亞角色 她一起來都演他人 對 大家都忘記妳是馬來西亞人這件事 這個超酷的 那我第一部戲就在台東要演台灣人 然後我就是完全在山上 也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走去塞本要走半小時 然後也沒有正一班老師啦 所以就等於要靠自己在山上修煉 而且她的國語是台灣腔的國語 對啊 所以要不是她自己剛剛主動提起 我完全忘記說對齁 其實倩文的確是來自馬來西亞 可是我跟哲姐有錯過新冠好選擇 有 我們先前是那個 其實也是公司的戲欸 對啦 生死結線緣 所以我還以為妳親啊 謝謝 謝謝 我當作一個 compliment 真的 就是完全沒有口音 所以其實我就說真的 門鈴導演非常會選演員 妳都會看到演員不同的一面 然後並且在妳的戲當中 把那一面給拉出來 這一次妳有逼出她們兩個一些 本來她們不知道自己的那一面嗎 這要問她們 但是她們應該是第一次演Lesbian 對 兩個都是 第一次 妳們其實原本比較常接觸的角色 應該還是傻白天嗎 我覺得是台灣的劇本 大多是這樣 好煩喔 台灣女生沒有那麼傻白天 台灣女生很聰明 反而女二會比較明顯是 新時代女性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或者是反派 對 就是妳直接帶一個目標來 妳直接就是要做妳想做的事 妳說女二 對 可是女一比較容易被設定成傻白天 對 而且也是被動方 就是她被怎樣 她面臨什麼樣的處境 欸 真的欸 真的是這樣欸 就是比較無害啦 必須要是一個無害的 但是對不起 我的戲都不是這樣 對 那戲不會讓大家進中國的 她一定要挑戰看到妳不一樣的美 對啊 那個古山洞那個 對 妳可以追說這個 喔 她那個馬來西亞這個 她演的這個喬聲 因為她跟馬來西亞共產黨通信 被懷疑是這樣 被懷疑被懷疑 然後就被抓去 然後就被抓去 被警總抓去 刑囚了一下下 十天還好 十天還好 就是雨天 對 就是雨天 對 但是因為其他人是沒有十天這麼簡單 就是大家就是在綠島都蹲很久 欸 那其實那十天 比如說當然妳不可能真的拍了十天的這個星球戲 就是當時拍這個戲 妳應該也是第一次吃這樣子的苦頭吧 就過去的角色好像妳 單剛過的戲劇角色裡面沒有需要這樣的演出 我之前是很常被打的 每部戲都要被甩巴掌 那是我從小在馬來西亞就被甩 甩了十年的巴掌 對 現在終於有一些不一樣的 不只巴掌就被甩巴掌 對 這一次這個是 踩手指啊 被踢啊 天啊 然後被水淋啊 不能睡覺啊 對 不准他們睡覺 不准睡覺是哪招 這是真的甜料之道 是真的啊 很失料 對 這是哪招啊 為什麼不准人家 五天 就讓妳精神浩弱啊 浩弱的情況底下 有招貢這樣 它其實是一個 妳就會說出他們想要聽的話 很殘忍的事情耶 不能睡覺 對啊 就是它會 它是 它是精神上的折磨 就是妳已經 已經累到虛脫 然後被水淋醒 然後就是又一番行囚 就是 這其實是很可怕的 一個折磨 但是我們戲裡面 不會拍這些 那麼可怕的畫面 嚇下觀眾 那個畢竟 我們就是說一個很 妳把所有可怕都留在艾莎裡面對不對 是這樣嗎 沒有艾莎也不可怕啊 沒有啦 沒有啦 它有不同的 它有不同的 哲哥心臟那麼強 有什麼東西對妳是可怕的 對 因為我真的還蠻看恐怖片 重口味 艾莎應該是比較重口味 對 非常 但是我們公交園 開頭 那半個小時二十分鐘 是很甜的愛情 看他們的愛情 就很浪漫 覺得對很浪漫 我覺得很可愛 你覺得 嗯 甜甜的好可愛 有來有去 那 你們在演就是 因為兩位也是第一次挑戰 Lesbian的角色嘛 那 你們真的有感受到 其實被對方給吸引到嗎 哦 倩文的眼睛 大家看一下 他的眼睛這麼電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沒有被吸引 無法抵抗就對了 對啊 我才無法抵抗嘛 我那個戲外都一直在抱你耶 他真的太厲害 他是真的是 我覺得發點擊 放閃 放閃 就當之無誤 當之無誤 對 而且我們在開拍前 導演有給我們一個情慾課 哈哈哈哈 就是 對 就是經濟公司都說表演課 只是我們就去到那邊想說 蛤 為什麼要點蠟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都關掉了 對 然後越靠越近 然後到 然後就說 現在是 現在是 怎麼回事 那我就毛起來去囉 哈哈 沒有其實那個是要兩個人 一開始 我們一開始是在客製的對角線 就是 離對方最遠最遠的距離 那個空間最遠的距離 但導演用了一個 非常巧妙的設定 就是他說 你一定要是 想要對方 你才能靠近一步 所以其實是用一個蠻慢的 節奏 嗯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去感受 就是我們有時間去感受整個氣息 然後看對方的曲線 然後就是非常細的東西 然後有感受到某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然後才能爬向走 就是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表演課 對 他有一點冥想或是催眠的感覺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一親到他 我是直接哭欸 我眼淚還滴到他臉上 對對對 就是會覺得終於碰到這個人了 對 我有終於的感覺 我終於碰到你 然後那時候那個雨婷的角色會 導演有引導他把我們拉開 然後哥哥把我拉開 我狂叫了 就是 被迫分開 就是被迫分開 就是親到之後有被迫分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導演 太狂哭 對對對 就是 真的是想要他啦 就是因為導演有說 你很想要他 你很想要他 他就已經放了這一個設定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然後之後遇到所有的外力的影響 就會激起內心那個很真實的一個反應 是自己始料未及的 是 所以你們是真的 進 五一 我們想要把 同一台車欸 那是我們的檢討車 那是我們的檢討車 但他每次都衝很快 剛剛衝到那個 機車的那個停等格裡面 所以他就想要把 骨步還好啦 就是還有一點距離 所以 那個 我們 就是把四個主要演員 都放到那個排練室裡面 去做這個 情緒的功課 嗯 他們得真的感受到 想要對方是怎麼回事 那個愛情戲才會自然 才不會演得很表面 對 所以他們剛剛就在分享他們這一段 心路歷程 他們如何成為lesbian 如何愛上對方 之後 到了我們正式開拍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 愛的男朋友男姐 很難拉開 很難拉開 就前面的功課 其實情緒都已經灌飽了就對了 就是他們真的很進入這個角色 對對對 這是必要的 然後來當我的演員 都 都要這樣 做一下 真的有差 都會先經歷一個 那個催眠的階段 欸那你們這樣 那個殺青了之後 要怎麼收回來啊 怎麼變回原本的自己 而且 好像是因為我們 對 我覺得 你們有會嫉妒嗎 喔 他有說他可能沒辦法看 真的喔 真的會嫉妒女生嗎 對 會會怕 但是那個 我記得我們最後一天 我們在高雄 然後我們還小喝一杯 被那個沐浴哥帶著小沙青 小沙青酒 然後我們就 沐浴哥找你們去喝酒啊 沐浴哥演到爸爸 哥哥也在 對 孫戰也在 我們就一起吃小養小慶功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們有好好的 把一些就是感謝的話啊 什麼都有講開 那個時候 對 但我拍完就分手了 哈哈哈哈 真的 對 我拍完這支戲就分手了 但我覺得我現在有 欸 都可以講了嗎 對啊 結果就過了啊 對啊 但我後來覺得有點不一樣 是我覺得我更懂得欣賞女性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奇妙 就是我開始會看 你分手做的早晨魚 等一下 我忘不了你 哈哈哈哈 你分手一定要告訴我 哈哈哈哈 這個就減精華 你分手一定要告訴我 分手一定要告訴我 所以其實 我覺得演導演的戲 應該是會開發 每個人不一樣的感官欸 真的 我覺得昨天 就是跟艾莎劇圖聊天 其實他們也是 有同樣的感覺 就是你在 好像被打開了哪一些概觀 你們有這麼覺得嗎 就是自己在演出了公交園之後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覺得感情戲 以前真的是解讀得太淺了 嗯 嗯 我覺得感情戲我學很多欸 所以反而同性之愛 讓你更深刻 我覺得是導演的領導 愛情戲啊 對 其實我演了蠻多感情戲的 對 其實我演了蠻多感情戲的 可能因為 大眾看到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大家就會自己就是海起來 我們不知道 對 所以當這種 它是 它是可能禁忌的 它是不能那麼 擺明的跟你說 我愛你 啊你愛我嗎 那它不能這種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做 只能用眼神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嗯 你其實是在說謊 得給真的 對 你其實是說反話 那你要怎麼做 這些我覺得都是我在這個學道的 嗯 然後像本來 對不同人就會有不同的面向 嗯 你說那個什麼眼睛放電 其實我只對你欸 嗯 就是在戲裡面 對 我真的只對他 因為我對許雨婷就沒有啊 嗯 我對許雨婷那個就是 等一下我想要看看 就很冷酷 有放電的眼神 跟沒有放電的眼神 就是 我看他眼睛是充滿愛意 就是他會知道我愛他 現在你是有放電的眼神還是怎麼樣 呃 一點點啊 嗯 我對他比較愛 我對他沒有辦法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看鏡頭呢 你現在有放電的眼神 鏡頭很難吧 不知道欸 可能要看戲欸 可能要看戲才有辦法 因為它是一個 愛意的流露 它不是一種表現 它是自然的流露出來 不是說 我刻意要去放電這件事情 只是因為 我很喜歡他 所以 我看他的眼睛就會 充滿愛 然後他才會覺得是放電 對對對 而且如果他們的眼神不對 我都會看得出來 嗯嗯嗯 我就會提醒他們 嗯 真的喔 有沒有愛很明顯 很明顯 然後感情是不是給真的 也很明顯 對 哇欸可是導演你是透過鏡頭欸 當然啊 就是這樣 薄眼睛睛的這樣看得出來 我只專注在他們的眼神 所以你最在意他們的眼神 對 因為那騙不了人 嗯 真的騙不了人 如果你在戲裡面沒有給出真的感情 雖然我們說戲是假的 但是我們感情要用真的嘛 對 如果你給的東西不真 會感動不了自己 更不可能感動得了別人 對啊沒錯 其實這也是演員最難的課題喔 所以當他們是給出真的感情的時候 然後我在monitor前面都是在 在努力克制我自己的眼淚 對其實導演很容易感動欸 你們有發現那件事嗎 他們沒有發現啊 因為我都躲在monitor裡面前面 我不想讓他們看見 導演其實是一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 真的所以我是說 欸你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歌眾合體 對我也選了 真的 那換你們兩位來報導演的料 喔 導演齁 導演有沒有強迫在裡面 講話超毒 哈哈哈 有嗎 但是我覺得超合我胃口欸 你講起來好變態啊 你講起來好變態啊 有嗎我想不起來了 就是 對 就是導演他其實 完全是屬於直接 講你表演 他就說你今天 喔你今天這個 處理的都太淺 太淺 或是說你這個 一點都 沒有 沒有談戀愛的感覺 不帥或什麼 或者說 不要演兒童劇 對這 哈哈哈哈 這句話蠻整的 不要演兒童劇 對不起 不要演兒童劇 可是他就是一個 其實我覺得蠻有效的 當頭棒喝的一個感覺 就是突然醒了這樣 一針見血啦 我覺得在倒戲的時候 可是私底下就是一個很 很fun 很nice的人 對啊 所以完全公私公辦的情況下 對對對 其實對我蠻有效的喔 我是真的覺得 嗯 我沒有覺得受挫 然後是覺得很完了 對對對 就我反而會有種 被講完之後覺得 好我弄給你 我有什麼我弄給你 我覺得公私分明真的很棒耶 就是起碼我們會有一個 工作的時候有一個 工作狀態 大家就專心把這件事情做好 像是我對導演印象很深刻 但是還沒有戲還沒有開拍 他就有跟我說 欸 所以你到片場第一件事情都做什麼 然後我就說 嗯 跟大打招呼啊 哈哈 然後他就說 嗯 這應該是剛出道演員在做的事情吧 然後我就嚇到 我想說 我就知道他會退 不然要 幹嘛 就是他就說 呃 你去看老演員他們啦 他們 到片場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去看景 喔 是喔 看美術 看景是怎麼意思呢 看環境 看環境 比如說 他如果要拍教室裡面的戲 嗯 他需不需要 先了解 因為他如果在戲裡面 他這上課已經上了幾個學期了 這蠻合理的 你要熟悉那個環境 你要知道你在裡面應該是什麼狀態 你不用先 進入那個狀態嗎 對 對不起我開始進入工作狀態 我開始變得嚴格了 對對對 你看 是不是 切換 切換 對 對 對啦 他就說真的是不好意思喔 不會不會 我覺得很棒 受益非浅 對 對 對 因為是真的有用 我才會記得嘛 是 對阿 就是記到現在都不會忘記 也幫助到我之後的表演 對阿 謝謝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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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很多 謝謝謝謝 因為大多的演員 我碰過的大概七成的演員 第一件事就是到舒嬅間找東西吃 滑手機 然後等人來化妝 可是那我 可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我覺得啦 會讓自己的表演有安全感的就是去看一眼 我等一下拍攝的場景是什麼 看一眼就好 有個概念 然後回到舒嬅間 開始去想一下 我等一下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怎麼跟這個環境互動 怎麼跟其他人互動 不是嗎 合情合理嗎 沒錯 對阿 所以一個提醒 其實導演的嚴格也是希望 演員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現 他是其實是幫助到演員的表演 在情侶戲 這部戲有情侶成分嗎 但是因為放在電視上 所以我們拍是有 但是最後放出來的挺曖昧的 有抱抱親親啦 對 有抱抱親親 導演真的是強項就是在大家 讓大家全裸三點不漏 這樣 沒有他們沒有全裸 對對我們沒有沒有 這個是公共電視 這部還是放在電視上的電影 對 所以你們在這方面就是沒有 沒有到極限的 對 但是會覺得害羞嗎 在拍拍比較親密的戲份的時候 其實蠻自在的 蠻自然的 這個好難得喔 真的喔 而且聽說我們就是自己 其實我們就是自己一直弄 對啊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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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一直親 一直親 一直摸 然後一直爬來爬去 然後換來換去 滾來滾去 這種親熱戲 你怎麼可以 告訴他說 來陳妤你現在手放在他的臉頰上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對 但是聽說攝影師助理 看完我們那場戲之後 當天晚上做成本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當天晚上 對 碰到兩個女生 真的喔 好好笑喔 好像是不少男性的幻想 奇怪了 對對對 你又女女嗎 對啊 真的 那表示他們現場的表演的真實度 是有說服大家的 對 就是他們的表演是成功的 對 這樣就好啦 我怎麼覺得陳妤有說過什麼 我很放心把自己交給你 所以你也很放心的 把自己交給我 你有講過這種話嗎 我剛剛突然接有一本 我覺得我好像其實 就是 我們有聊到就是我有客氣病 就是我會忍不住 對他真的有客氣病 我會忍不住 他跟我親完之後 他跟我說不好意思喔不好意思 對 就是親親親親親親 然後喊咖 對不起 然後我就說你在講對不起我揍你 為什麼要對不起 他會不好意思 對 那你跟男演員也會這樣子嗎 也會 我也會說對不起欸 也會喔 那你跟男友也會這樣嗎 根本不會 男友就不會 但是 因為倩文他 他會非常自在 好比說我們在做很多戲 我覺得尤其是在 月生活的戲 他把腳放在我的腳上啊 或是說他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他把兩隻手都搭在我身上 我就會覺得 喔他好信任我 所以透過他的這些 這些他的敞開 我也會越來越 進入狀況 所以我那時候是 是講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你散發一些氣息 讓我靠近 我其實是 覺得你本身有一個魅力 所以我會想要靠近 會想要 就是 因為想要跟你撒嬌什麼的 所以 我後來看片 有看到那個 我把腳放在你 對對對 好自然 很自然欸其實 然後你就很自然也把腳抓過來這樣 就是 嗯 就是很自然 就大家真的是非常親密的互動 然後你真的有把對方 當成自己的愛人 嗯 嗯 而且 這樣演出就很自然啊 所以真的是 開拍前就要設定好 我想要你 對 直入進去 對對 進入 整隻片子 那你們在拍這個 就是 在公交園 其實就是京郊啊 嗯 對 香蕉園 左邊那一條 剛進來這邊 左邊那一條 所以是這條 是這條 欸 他的意思是這個嗎 走錯路了 小心 嗯 我們的前導車很愛往前 真的 我等他倒完好 嗯 哇這一個是 都好高級喔 對啊 對這台這台真的還蠻不錯 哇 自己越開越喜歡 嗯 是啊 對 他是從哪裡拍的啊 嗯 衛星 是衛星喔 嗯 也不是衛星耶 他其實這個是中間這台車是動畫 喔 中間這台車是動畫 可是他可能 360度都有攝影機 是 所以他能夠 realtime 即時的運算 這個 對所以你看旁邊有人在走路 包括剛剛那台車 喔 他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他在上面 他都有看到 因為他是 有人啊 有有有 他這個是360度的攝影機 超酷喔 然後中間這一個是動畫 中間這台車是動畫 對真的是動畫 oh my god 對 但是他就計算好了 那個距離 對啊 超酷的 蛤蠻酷的 酷喔 他現在就是一直在讓我 注意旁邊的 對對 狀況 所以 超酷超酷 現在開車真的都是新科技 嗯 對啊 就是 之後都autopilot 嗯 對就是 比較安全啊 不會有一些 嗯 對啊 你看像我根本不用往後看 嗯 我只要看這個就好 然後它是 弧度都幫我算好 對 真的耶 所以你們比較信任人 還是信任AI 欸 好問題 但是 但是這個就少了那個啊 就是 有一些男生不是很喜歡到廁所 然後這樣抓在那個 那個後座這樣子嗎 對 就這個這件事情就再也不能做了耶 這個動作很讓人心動耶 這個動作很讓人心動耶 我認真問過男生這個問題 他們覺得這個動作很帥 對啊 他們再也不能做這件事 可是很帥啊 左轉左轉 左轉 左轉 沒有而且還有一個動作是 我覺得女生很心動的 就是 左先左先 左先 哈哈哈哈 他們怎麼知道 那是看到我們 對 你們怎麼知道 真的啊 我 我們也有攝影機 電腦圖 這個圖 他們也有嗎 應該也沒有 右轉 右轉 南跟右 左上面 左上面那一條 上面往穿上去 OK 第三眼 欸你們怎麼知道啊 你們這種直升機 怎麼 我剛剛是聽聲音 我們都被監控了 對啊 怎麼知道我跑到哪裡去了 剛剛是聽聲音就知道嗎 對啊 而且他們明明聽這麼遠耶 對啊 怎麼看到我們剛剛在那邊的 對啊 好詭異喔 好神奇喔 真的 真的 很詭異 是有空拍子的一個 喔 欸 剛剛聊到什麼 喔 我就說在這個香蕉園 在香蕉園裡面 有沒有什麼趣事啊 因為陳瑜是真的要去學習採香蕉嗎 嗯 簡單的 但我們沒有實際操作 因為如果你要 你要採香蕉的話 你要把整個樹 都砍掉 就你要採那一串香蕉 你是要砍樹的 一串香蕉是很大很大一串 對對對 它不是一根這樣拔起來 對 很大一串它要 至少要兩個人幫忙吧 對 所以膠濃的收成 都是先把樹砍掉 欸我真的不知道 發酷發酷 還有一台遊覽車 喔 好 哥哥那個角色應該是有 但我那時候沒有 沒有特別做彩香蕉的這個 我只有做前面在包裝 防止他們被 那個 給香蕉綁帶子 對對對 防止它被 被重駐吧 是嗎 就是 那你還真的有去 感受一下田園生活對不對 我超方便的 我的角色是千金小姐 然後我連洗衣服也不會 所以因為這設定呢 我就什麼都不學 嗯 欸 再退一點 再退一點 哇 這裡 為什麼會有遊覽車出現在這 那不然先往前到那 給他過好了 是不是觀光地區 對啊 我在想是不是 什麼觀光地區 也來採草莓的嗎 這麼多人來採草莓 啊 應該是 啊 前面還有一台大車 哇 哇 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製作團隊滿厲害的 找這個地方 對 因為他們說這是科技草莓園 科技 啊 不是一般的草莓園 不是那種 傳統的 科技草莓園 不知道是怎麼樣 他們是 喝電解水的嗎 這是什麼 我又不曉得這句話 科技草莓園 對 我覺得它好像是 organic的是不是 有機 沖個水就可以吃的那種 還有日立白草莓 因為它品種我蠻有興趣的 我看到圖片裡面是白色的 對 所以我剛剛就覺得 欸 好特別的草莓園園 對啊 可是它是嫁接的那種概念 就是它 比較 嫁接 可是它不是長在地上嗎 對 但是它的那個 等於它的根是靠別的 比較強壯的根 然後再插枝 這個草莓 所以它等於是用別的水果的 肥美的那個根 然後長出草莓這樣 很神奇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 原來可以這麼做 所以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好奇 就是 好我們的那個基因改造科技 已經這麼強大 我們有辦法改造草莓 當然也有辦法改造 香蕉當然早就改造了我們的農產品 對啊 什麼牛奶香蕉 什麼蘋果香蕉 什麼 對啊 你說人 我覺得應該是道德問題 不然其實早就有偷偷在做 哈哈 那如果基因改造 讓人類更聽話 更有道德 更不會互相傷害 你覺得呢 對啊 對啊 為什麼不這樣搞呢 還有靈魂還是 我們可以 這一段可以剪掉 我們只是在聊 對啊 嗯 但有這樣子的基因 可以讓人家沒有這個想法 只有善念嗎 我覺得好像也很難 只有善念人類會生存的下去嗎 嗯 好 反正我最近在構思一個量子科幻引擎 哦 哦 啊 我真的好想要 就已經有在找靈感了 我對這種有一個世界觀的戲 都超有興趣 對 對 超愛看這類的漫畫 而且我是有科學知識當基礎的哦 哦 而且劇本都是會讀很多書的 嗯 誒說到這個真的 其實公交原則是劇本不好寫耶 哦 沒問題啊 我讀書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嗯 讀很多書啊 誒真的你要做好多歷史功課 因為這些其實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對啊 然後大家都還在世嘛 所以很多人會檢驗的 真的真的 不能亂寫 你看到過當時的時代背景 其實白色恐怖 還有就是美麗島事件 對啊 這些 你在做功課 就是導演在做功課的歷程中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讓你嚇一跳 原來有這件事 好誇張 有這樣子的感受嗎 嗯 剛開始做功課的時候 這種感受最多 嗯 可是 我說的剛開始已經是 大概是小時候了 嗯 我說讀這些資料 嗯 讀這些書 是我平常 我大概一個月至少會讀三本書啊 所以 我的讀數量蠻大的 這些 這些驚訝都已經過去了 但是難的是 你要怎麼說一個現在的人 會有興趣看的故事 嗯 嗯 然後還要傳遞一些我想要 傳遞的價值觀 譬如 呃 對自由的追求 嗯 對 愛的追求 然後一個 就是 倩文的 你的一句 一句 那個信裡面的一句話 嗯 就是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夠找到一個 一個自由的地方 能夠容納所有不同的聲音 才有愛情 嗯 那這部片子講的就是這樣 嗯 我們要找到那個自由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在那個時代 1979年 1979年的時候 那個時代還沒有來臨 對 可是現在我們是有能力可以創造這樣子的 價值觀創造這樣的世界 嗯 那就是看我 在我們手上我們怎麼做 怎麼怎麼創造 台灣的新的價值 是 因為我們現在人真的是 現代人真的是幸福 幸福啊 對啊 而且 當你剛剛那麼說 我想到我前一陣子跟一個朋友也在聊 就是其實歷史 嗯 每天都在發生 只是你有沒有覺得它是一個 會影響未來的事情 或是說它是一個很當代的事情 嗯 那剛剛有講到那個 因為孟娟她的角色 她連T這個認同都還沒有嘛 對 所以我們沒有要把它做成古典T 嗯 那因為 類似像這樣 那個同志的故事其實有超級多 同志的電影超級多 那為什麼這個故事在這個時候講 我覺得 我那個時候找到的位置是 嗯 其實現在的 雷斯別人他們也不是那麼性別二元論 就是他們不是哪一個人當男方 哪一個人當女方 是 我覺得跟這一對其實是有一點像 只是 這個時候 呃 應該說現代跟當時候的這樣的比較 嗯 現在有更好嗎 類似像這樣 那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形式點啊 從 性別的角度 從同志的角度 來 來 來做這樣的反省 就是我們一定要把那些刻板印象跟框架 框在我們自己身上嗎 有沒有這個必要 嗯 嗯 欸 對這件事情其實 我 陳昱沒有講到我還沒有想到 就是 以前 因為大家本來就不太清楚自己的性 性像 甚至是不曉得這件事情是對是錯 是 會用這些角度去思考 但其實現代雖然 覺得這些是非常自由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到底 我是 呃 同志裡面的 比較傾向 主導的 男方或是女方 我是T還是婆 我應該我是不分還是什麼 我們一定要有那個標籤嗎 對啊 嗯 對啊 像導演一開始在帶我們做角色功課的時候 他就有提出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設定 就是說 你要幫你的角色設定性別比例 嗯 就是說你這個角色是 70%女生 30%男生 還是他是 80%的 怎樣 就是你自己去設定 對我交給他們自己去創造這個角色的樣子 因為導演其實是相信 人都有雌雄同體的 這個特質嘛 對不對 我覺得你好像每部電影其實都有 只是比例不一樣 看好那件事情 是 而且 太靠近我了 呀 so close 還好我有全景 真的 看得到 這樣很有安全感 超有安全感 對 你讓我們停那邊 這台車真的蠻聰明的耶 這台車真的蠻聰明的耶 他知道我靠邊邊他就直接給我看了 看preview了 嗯 就大概可以抓 對 真的有時候 人貌可靠 對啊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今天拉拔到山上 嗯 我們台北 找到金蠑螂 找到金蠑螂 金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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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跟蠔螂差不多 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了草莓園 嗯 那要讓 大家再重新回到 戲中的這個感覺 嗯 就是過著這個 原始或者是 田園生活 田園生活 然後過著淳樸的 這個 有這個淳樸的心情 那 嗯 這個 我們進了草莓園之後 我們會有一些小遊戲 所以 我們就先進去啦 好 OK Let's go 好 下車了嗎 可以了 謝謝 辛苦了 開車 辛苦了 沒問題 很瘦 老爺我覺得 啊 是可靠 可是創造 喜歡我們的話 請記得 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精采的內容 隨時上架 耶